哈喽 我是大神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就是來講一下 關於明天 7月2019 7月30早上9點 ABA要關府啦 所以打算拍一部影片 當然也是要紀念一下 也算很多人都拍過 但是我們不免書也是跟風派一下 那今天這部影片 ABA 已經陪了我 好幾年了 他已經從我小學國一 有沒有小六升國一的時候 就風車就開始玩 然後現在已經玩到大 大三升大四 然後 我跟ABA的 緣分就是從 當時他剛出的時候 廣告打很凶 然後電視界有看到 那時候剛好出風車階段 風車階段 然後我就跟我同學去網咖 我小的時候去網咖 然後 然後 就看到有人在玩ABA 然後我就看到 我看到那個畫面跟電視上一樣 就知道他是ABA戰機之王 然後就跟我朋友 我就跟我朋友說 那要不要一起玩一下 這個遊戲 剛風車 我們可以去玩一下 說不定我們超強 然後後來我就跟我朋友 我就跟 朋友 一起玩到 國二吧 他們就沒有玩 然後可是當時我已經 中毒了 意猶未盡 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就一直玩 玩到現在 已經 很久了好幾年 然後 也 感觸良多啊 一直玩到現在 這也是一款我 玩最久的 遊戲 不過我設立的遊戲其實蠻黃的 幾乎每個遊戲我都有去嘗試碰一下碰一下 只是 能讓我玩這麼久的 ABA是第一個遊戲 是 第一個 然後 然後 真的很可惜啊 因為當時剛出的時候他做的其實都 我個人覺得都非常好 然後他的比賽什麼的都非常的棒 也很好看 從 最早 超級聯賽 超級聯賽 那時候 我小六應該是 20 10 然後超級聯賽剛出 就是他 ABA的第一個比賽 然後也是有在電視上 最早在電視上 不是AIC AIC 也有在電視上 可是這是後來 因為那時候是有在比SF 就是跑跑跟SF 當時就是 就是很常在 那個 電視上播 應該大家都有看過 然後後來 ABA也有 在電視上播 就是超級聯賽 當時就是 WINS還有Soubet 在電視上當主播 跟那個賽比 然後當時我就看到那超級聯賽 我就 哇靠 怎麼酷啊 然後最好笑的是 當時在比ABA比賽 然後居然 他的配樂是用 他的配樂是用那個SF的音樂 我就覺得 莫名的好笑啊 然後 超級聯賽玩的時候 就是 IESF 就是國外的 就是 丟於連全世界的比賽 然後後來就是什麼 AEL啊 AIC啊 這些 甲組啊 電競網啊 IFM啊 甚至連戰車我都看 還有那個 台感號啊 AWC啊 AEC啊 這些 還有當時非常有名的 Snow Shadow 哇 他真的是 當時 第一次看到 在Youtube上 看到他的舞 慢慢射得都爆頭 他媽想說 這是外掛吧 然後後來 到 AHQ他們 就是所謂的 當時他們叫 E類 他們就是非常的強 台目最強的 然後後來他們就是 漫漫的每一個團 Arnor啊 這些 就是 當時什麼 以前的 Nemon Shunk 還有什麼 Always 當時這些 最早期的團 還有 7Sale RC 這些非常有名 當時我看到覺得 哇 怎麼那麼酷 可是我當時很小 就覺得 這些人都好強喔 希望有一天 也能跟 他們一樣 去打鼻子 在我幹嘛 以前這種 吃人說夢啊 看看 換想就好了 然後覺得 很酷喔 然後 一直延伸到現在 AHQ 哥大 很多團 他們 集合在一起 最強的那幾個 偵察兵 故鄉兵劇一兵 最後變成 武后啊 太前 雙胞胎 還有 那個 奶油 他們這樣 變成 AHQ 很強 然後也很喜歡 看他們的 國外的比賽 這樣 就是跟 韓國啊 日本 剛才我當時最早跟 歐洲那邊 也有打的時候 真的覺得 哇 怎麼那麼酷啊 而且當時真的覺得 ABA整個 真的是 打得很精彩啊 每次打到那個 打國際賽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個殘局 哇 心臟瘋瘋跳耶 就覺得 會不會贏啊 這個巨像收 可以呀 然後 就 很緊張 尤其是每一次那個殘局打的 讓人 很緊張 台灣加油 那種感覺 就 真的 很感動 然後 尤其是韓國 當時韓國真的是 很強 就連最後 AHQ 也沒有打贏 那個 韓國的 Can you fight 因為當時 是最強的 然後 當時 AHQ也沒有 到現在 就到現在 AHQ也沒有打贏他們過 在 世界賽的時候 也沒有打贏 是打贏 他們是打贏韓國 沒錯 可是不是打贏 Kan you fight 是打贏別隊的 韓國 那之所以 對韓國會這麼強的原因 是 是當時 韓國的每一隊強 在他們韓國國內的每一隊強度都很強 都會互相 都會互相切磋啊 交流這樣 然後他們都會研發新的戰術還有雷典 那我當然也是 我的雷典 大部分都是來自 國外的日本啊 日本的派的雷典啊 還有台灣的一些人派的雷典 還有國外的 韓國雷典真的超實用 那歐洲那邊當時 最早期的時候也是有拍一些 我幾乎沒 因為當時幾乎 都會去看國外的ABA網站 還有一些槍支 那個最早的那些資訊 然後就覺得很酷 然後我就想說我也來學校 說不定 因為當時用雷炸時是一件很爽的事 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很爽 所以我太喜歡拍雷典的影片 那 我覺得 韓國當時真的覺得很強 只要 當時還有那個 韓國的投票 我幾乎 只要是Kane White 那個投票 我幾乎都 投Kane White 大家說韓國加油 韓國加油 結果都把票投在Kane White 韓國的票幾乎都最多 自己看都覺得很好笑 雖然我也是 雖然我也是這種的 可是我覺得 因為 強度真的落差太大了 偵察兵 狙擊兵 撲槍兵 幾乎懸殊都很大 那當然到最後 Kane White 因為 世界賽到最後的時候 Kane White是在國內沒有進擊 所以 才會 所以到最後才會 韓國才會沒有派出Kane White 可是派別隊 因為Kane White在國內就已經被別組幹掉了 我覺得很可惜呀 然後 然後我們就覺得 ABA真的是 到現在是 這幾年的回憶真的是 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 感謝 在ABA認識 很多 很多打法 很多 觀念 很多朋友 很多 一起互相交流 還有以前 以前我的團長也是一直罵我 罵得很窮 後來我也是慢慢變強 然後 就一直 後來就去Twitch開實況 然後就有人看到 那時候 那時候我開實況的時候 就是叫 Keroro 大軍朝這樣 從那時候開始 做起來 然後 在Keroro大軍朝這件事其實有一直改名 其實我改名也是改了好幾次 大概二三十次也是有的 這是最早的時候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 當時改名 第一次ABA戰鼓可以改名的時候 是要花點數了 是要花到改名一次 是要花 要花 將近一千點吧 當時改名是要花 好像九百 九百多塊 好像九百九十九 印象中是這樣 而且你改名的時候 是要 自己傳 你要跟 官方 那個戰鼓的官方 也說 你傳 Email 然後跟他說 你現在ID什麼 然後你的 你想改名 你的花費也有到 然後他去查 然後你要傳 Email 你的現在ID 然後你想改什麼 這樣 然後我還記得我打的是正確的 然後結果官方也是給我 改錯的 我看那時候傻眼 然後就 算了 我錢都花了 我等一下要改 他也幫我改了 我就 算了 結果後來就是 也是出了改名 一百六 這樣 然後就覺得 一直到戰鼓 三年 做了三年多 然後換了 橘色代理 雖然橘色代理並沒有 戰鼓來的那麼好 雖然他們各有千秋啊 因為畢竟戰鼓的東西 他的活動啊 整體來說都比較好 可是 槍都是 都是有天數 而橘色是採用 都有 都有 都可以拿到永久了 可是 都 平衡性差太多了 他永久了那些點槍啊 你只要課金拿到之後 那個懸殊 差來打 你拿一滴槍幾乎都很難 很難去打贏他們 比如說 你打不贏 因為你不是外掛 不是外掛啊 沒有辦法每一次 那個狀態都拿到最好 幾乎都拿一滴槍去爆頭啊 太難了 我幾乎沒有 只有外掛才玩得到 所以 你只要有課金的話 那個槍的強度差太多 戰鼓的話平衡性 很好 然後他的每一把槍枝 都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 整個 我覺得 戰鼓還算是 屌內的橘色 雖然 我覺得雙方都做的 都各有好壞 各有好壞 然後他們就 一直 反正我也是玩到現在這樣 我覺得 明天要倒的都是一種 想哭的感覺 然後也是 非常的感動 看到很多 以前那些 跟大家一起 看直播 還有去現場看過 看那個 大螢幕的比賽的時候覺得 就是 非常的懷念 非常的感動 那 今天這部影片呢 也就是 紀念一下 紀念一下 那也謝謝大家都看 那關於我 這個 YouTube頻道呢 很多都問我說 我之後要去玩什麼遊戲 或是 SF2啊 DOS啊這些 R6啊 紅彩 紅彩6號 或是司機 那 這些大概我都不會玩啦 因為 我個人都有去稍微設定一下 也都玩過 可是我覺得 整體都沒有 ABA的好玩 因為 玩起來就沒什麼feel啊 沒有抓到我的那個點 我覺得我還是算了吧 我可能就 也不是說他們這些遊戲不玩是 沒有到我的點 那 我可能 這個頻道也是繼續做下去 只是 會做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從發片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喜歡的話 大家就繼續看 也謝謝那些粉絲 一直支持我這樣 那 今天這部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